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翻遍了圣经 在阅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爱的诗篇 那里对爱记忆不少的定义 就是没提到爱是牺牲 何谓牺牲 牺牲是放弃自己的利益 一味的为别人消耗自己 甚至不惜伤害自己 也不为自己争取任何的福利 这种牺牲的情节 结果呢 是带来一幕又一幕的悲剧 天下不少为人妻的 或者一些所谓伟大的母亲 有位牺牲培育儿女长大成家立业 帮助丈夫飞房腾达后 自己去病倒了 老来开始怨孩子媳妇不孝 怨丈夫没良心 不断重翻旧账 只因为他们觉得 为丈夫为儿女付出太多了 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其实圣经的教导不是以牺牲的爱 而是以爱人如己的爱 去爱他人 这样的爱是愿意付出的 又不损伤自己 这样的爱是恰到好处 是让自己和被服侍人都感到幸福 保罗称 夫妻相爱就是爱自己 爱自己是为自己而做 是心甘情愿的 哪来牺牲呢 如果觉得自己牺牲 那就不是心甘情愿的 既做得心不甘情不愿 又哪是爱呢 所以真爱不是牺牲